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家家 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你在学校的生活当中 是否有机会听到你的基督徒好朋友 跟你传福音呢 到底福音是什么 在新约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是这么说的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但不知道朋友你是否曾经有问过一些问题 那就是厚厚的一大本圣经当中 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如果上帝心中有一个计划 他又在想什么 以及上帝创造人在地上 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社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现在的人到底是怎么了呢 到底圣经是在说什么呢 圣经是远超世上一切的书 它是一本独一的书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曾经说 圣经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就是主一切的美善 皆由此书传给我们 它是世界上最广泛为人阅读的书 已经翻译成几千种语言 超过世上所有的书 而圣经Bible这个字呢 是从希腊文Biblos 这翻译呢 是那书The Book 这指明呢 圣经是世上书中的那独一的书 那么在这本圣经当中呢 它第一个主题就是上帝 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人 第三个主题就是基督 第四个主题是圣灵 第五个主题是神圣的生命 就是上帝的生命 第六个主题是在基督里的信徒 第七个主题是教会 第八个主题是上帝的国度 最后一个主题呢 是新天新地 所以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寻求真理 愿意知道生命的意义 就需要读圣经 那么关于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 上帝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你可以说 上帝是圣经的主要的题目 圣经说 上帝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 由创造极可动见 创造主的属性显明 在他的创造中 我们可以借着万物壮丽 看见上帝是大能的 不论人继承何种文化和语言 爱 正直圣洁工业 这些心理倾向都在每个人的里面 除此之外 在人里面也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倾向 想想看 动物会造一座坛吗 绝对不会 他们也不会祷告 但是人人都会向上帝祷告 今天就算是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的人 也会很自然地求神问谱 但是在基督信仰的这位上帝 他是主动来寻找我们的 他已经在宇宙中展现了他的巧功 也在圣经中说了话 上帝他无意隐藏自己 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认识他 他要人先认识他是创造主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讲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的观点呢 提到在万物当中 没有一种动物有上帝的形象 也没有一种动物里面有灵 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他的目的是为要人 能够倚靠他活出基督的生命 也就是一个好仿仰 在英文单字里面呢 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基督徒这个字呢 他的字首C-H-R-I-S-T 代表的是基督 后面的神T-I-A-N呢 代表的是小Small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做小基督呢 也就是上帝他盼望 他的儿女都能够效法 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 所说所做的一切 当然这在实行上 是有很大的困难跟挑战的 因此上帝也说 人们需要依靠上帝 因此呢 人生的意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上帝 住在我们的心里里面 曾经呢 有一个心理学家 说到他相信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空缺 这空缺呢 是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补足的 唯有上帝能够充满他 而这个空缺呢 就像是一个真空一样 唯有上帝住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他呢 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以及使命感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世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丑陋的事情 与不断的发生 我们人到底是怎么了呢 在圣经当中 曾经记载 因着撒旦的引诱 人落落犯罪 里面有了罪性 那么这罪呢 很多人想的是杀人放火 其实罪性小到 可以是对人的嫉妒 对父母的悖逆 或者是做假见证 陷害别人 以及说谎 作弊等等 这些事情 在圣经当中 都称之为罪 因此很明显的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常说 我们都是罪人 这个罪人说出来 并不是要指责别人 而是好好反省自己 在哪些事情上 是不对的 而要根除这些的 不好的习惯 想法 其实靠自己 是很难达成的 必须要依靠上帝 也因为如此 上帝他知道 人的需要 因此呢 才会有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来到世界当中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曾经就说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独生子 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 也就是上帝 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 赐给我们 为的是要 透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明白真理 并且在他里面 得着真正的自由 喜乐 并且呢 也透过耶稣基督 认识天上的父 那么最后呢 福音到底是什么呢 福音呢 其实这个词 意思就是好消息 或者是喜信 也就是使听见的人 喜乐的消息 也是从上帝而来的 福音呢 就是宝贵的 耶稣基督自己 因为爱我们 为我们这些罪人 来到这世上 最后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 他舍了他的身体 流出他的保险 成就了永远的救赎 因此好消息 是为了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而且这好消息 你并不需要花任何的钱 就可以得到 这是白白的 送给你的 在圣经当中呢 耶稣也曾经说到 求救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开门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愿意 抓住这个机会 来认识这位 能够赐给你在生命当中 有真正的丰富 喜乐平安的主呢 今晚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家家 就要在这首 顺小梅所演唱的 好消息 和你互道再见 那么我们就下回 同一时间 新名玩到 家家与你空中有缘咯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有儿可听就应当地 耶稣是唯一的救助 唯有他能够救赎你 唯有他能够救赎你 耶稣降生在马桃里 唯有上世家救赎你 赏罪赐给你新生命 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天国像你 可以扫中的 擦泪你 我的心情 好中和入了好土地 飞鸟也不能多吃 朋友你不要再怀疑 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道路整理的生命 都在耶稣基督里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有儿可听就应当地 耶稣是唯一的救助 唯有他能够救赎你 唯有他能够救赎你 耶稣降生在马桃里 唯有上世家救赎你 这最次给你新生命 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心灵丸岛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